台南园区土地为征收方式 高雄园区则采合作开发模式 并分别自1996年及2001年开始建设 是第一个与厂商建厂同步施工的科学工业园区 台南园区及高雄园区 已陆续完成区内及连外道路系统批建交通便利 为提高园区中小型厂商使用 新建有标准厂房 台南园区1999年完成输水干管 随后1999年完成第一座民生水塔及工业水塔 于2004年完成高雄园区第一座工业水塔 1998年1999年台南园区22.8KV及161KV供电系统完工 2002年南科超高压电电所完工 并完成2.7公里全国唯一支345KV电缆地下化工程 2004年高雄园区陆北超高压电电所完工 园区开发初期面临淹水、高铁震动等挑战 为客服台南园区初期淹水危机 并改善邻近乡镇排水 积极展开区内外数条排水路整治 区内并设置6座防洪制洪池 为解决高铁行经台南园区震动盈律 国科会于2001年成立检震专案小组 完成技术招标 再由南科管理局执行检震工程 2006年全部完成 南科努力地开发过程 闭路蓝旅一路走来 不仅提供规划完善的基础建设 也打造出最具特色的优质投资环境